台北燈結 日耳機剪彩儀式 請用剪 市長是有去北榮探望這個北投沙童案的事情嗎 就這樣啦 因為我們第一瞬間喔 還是先 先救那個傷者嘛 所以我們先去看那個 還有另外一點嘛 因為我本人是醫生嘛 所以就去看那個 因為割火以後的那個傷勢啊 他的救治 那去看過以後大概 跟北榮的醫師討論過了 目前大概生命真相穩定啦 那應該救治相當成功 手術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所以這個大女兒的部分 醫療的部分就先解決 那至於社會局方面這邊喔 我是覺得這樣啦 夫妻有時候會吵架 但是也不用太 這個就太極端了 還有一點啦 不管大人怎麼吵架 怎麼會去 並當剝奪這個小孩子成長的機會 這個是一種一種家庭的悲劇 那這好像是高風 這不是高風險家庭 那這樣怎麼預防呢 後來我有查過社會 我們有調查過我們在台北市政府的社會安全所有資料 因為這個家庭以前 他既不是那種地收入啦 也不是什麼精帳啦 或是什麼家暴啦 那種家暴的那種團體 那種家庭都不行 所以這算是一個 我是覺得這樣啦 大人還是不要太做事不用那麼衝動 那個夫妻吵架 或是說初期有什麼問題 有時候還是會有啦 怎麼會去 怎麼會去 對自己的小孩子動手 這實在是太奇怪了